三十卡奧利法院为还委员会议 针对卫福部副WHA后 针对如何解决国内健康不平等 以及原项医疗资源现况等问题 邀请相关部会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 而原名立委是针对全民健康保险法 第48条中规定 三地离岛地区之就医得与减免部分负担之费用 提出修正草案 而卫福部长则回应应该另定补助办法 现行的条文是叫三地离岛 事实上原住民族地区才是正确 我刚刚讲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讲的就是原住民族地区 不是只有三地乡 那如果要用直接套到原住民上市场 那可能要从原住民相关的一些补助的办法 而不会规定在健康法里面 时代力量立委高路语用直询时表示 原住民健康问题与社会条件 以及族群文化特性相关 不过卫福部在今年4月 所核定的原乡不平等健康策略行动中 却是以原乡地区作为分界 最后可能变成资源分配的问题 要求卫福部做改善 那你如果你要去做改善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针对每一个族群 而不是以区域 因为你这里面的这个策略行动 改善策略行动计划 就会变成它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而不是社会条件 或是不是因为文化性 大概七八月我们国卫院 依族群来做分析的资讯的能力 就会加构起来 另外在推动原乡消化系统炎症 防治事办计划 国舰署长王一伟表示 今年初已开始在花洞地区 进行胃炎 口腔炎 食道炎 与大肠炎等四大消化炎症筛检 针对该地区30岁以上的原住民 预计收案至少1000名 推估可减少300人罹患消化性溃疡 减少3至4人罹患胃炎 原计希望任时已过立法院采访报导